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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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们同在一起 小步海 别灰心 我帮你加油 欢迎现场最可爱的小朋友 嗨 最有智慧的老师 老师好 和我们同在一起玩游戏 最近小恐龙好像要出了一点状况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天哪 这新的外首区也太大了吧 那里 这里 还有那里 都是我们嫂 对啊 就我们三个被换过来而已 那我们就分开扫吧 我去小那里 龙姨 你是小那里的花圃 小恐龙这里就归你了 这里吗 对 好 那龙姨我跟你交换 走吧 那我们就分头行试吧 好多哦 我先捡大型垃圾好了 还有这么多 天哪 我等一下一定会来不及 小恐龙 你怎么这边都还没扫啊 我这边好多好多垃圾 而且这里好大 我可能会扫不完 怎么可能 我后面都已经扫完了 一定是你扫太慢 我哪有 我已经很努力了 对啊 你到底有没有认真扫啊 有 我超认真的 已经快要打中了 我们赶快一起扫一扫吧 谢谢你们 垃圾也都还没到 都是你啊 小恐龙 等一下被检查不合格 我就要跟卫生鼓掌说 是你动作太慢 对不起啦 小恐龙 可是看起来你真的都没有扫好 我觉得自己很衰 我明明就很想很认真的做好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做不好 而且他们都用得比我快 不过我们现在了解一下 大家的感觉 如果是你像刚刚这样 跟别人同一组 或是大家分配工作 对方没做好 那你的感觉会是什么 想要告诉我 好 纳西 你觉得很紧张 为什么 因为怕他没做 会影响到我们这一组 然后分数就会 自然而然变低 对耶 不管考试或是比赛 都是这样 好 如果你发现呢 和你一起的伙伴没做好 你也会觉得紧张的人 打圈 不是紧张的人打擦 只有四个人打擦 其他人都觉得紧张啊 好 谢谢纳西 请坐下 还有吗 还有什么感觉 好 戴如 请戴如来 在这里 你会觉得生气 为什么 因为他会影响更多人 这个事情没做好 说不定影响会很大 对 没错耶 好 谢谢你 戴如 如果是你 你也会觉得生气的人打圈 只有两个人是打擦的 其他人都是生气 还有吗 还有什么情绪呢 好 我请真意来我旁边 觉得很 燕烦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之前搞不好 也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然后这次又犯 感觉说他又没有再改进 就觉得有点烦了 因为他一直重复没有 把那个手去清理干净 可能是别的事 然后才是这件事 对 如果是你想到这个人 常常没有完成很多任务 就觉得燕烦的人 请打圈 我看看 一 二 两个人打擦 其他人都觉得燕烦 但是我们好像也要先 听听看小恐龙的感觉 对不对 这个跟这个 又害怕又难过 嗯 为什么 我怕我自己做不完 然后也怕同学 他们会讨厌我 然后难过的是 就是他们真的都会觉得 我好像很笨 什么事都做不好 哦 那你先坐下来 好 所以老师 做不好的人 跟旁边观察的人 这情绪真的是天差地远 对啊 这如果是在旁边观察的小孩 他们可能会紧张 就像刚刚同学讲的 因为他会担心分数变低 对 或者是因为生气 对 因为觉得别人会受到影响 对 或者会觉得燕烦 那燕烦的原因是因为 他觉得小恐龙 应该已经做过这种事情了呀 对 这些感觉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他背后呢 其实是在担心 比如说他们担心检查不合格 或是被骂 所以这些情绪都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可是对当事人来说 他自己也觉得很害怕 然后也觉得很紧张 很烦恼 对呀 因为小恐龙他其实很认真 想把事情做好 所以当他很认真在试的时候 但是其他小朋友却发现说 他做的没有大家期待的好 这时候他就自己会觉得难过 然后也会担心被骂 又会担心自己影响到别人 所以这个时候小恐龙的心理 也是不好受的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了解 小恐龙的心情了 那如果你们是跟小恐龙一起打扫的 你们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的人打圈 觉得不能 下次我不能再跟他同一组的人打查 我看看 好 所以现场的小朋友 大家都愿意再给小恐龙一次机会 你们真的是很好的人 不过关于学习这件事 或是学不好这件事 其实有一点复杂 我们赶快来玩游戏吧 水上飞针 一 请轮流试着用手将回温针放置在水面上 二 请挑战看看 让回温针停在水面上不掉落 大家先给他们三个人掌声鼓励一下 好 秉晨从你开始 GO 好 可以放几个啊 一个 放一个就好了 只要一个就好 GO 大成功 给秉晨掌声 好 坏人看看雅涵行不行 失败 好 再来 宁静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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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很冷静地在你 你的手为什么在发抖 成功 给宁静掌声 好厉害 请问这两位是怎么成功的 就 靠运气 平平地放下去 秉晨觉得 我就轻轻放下去 不要太用力 慢慢地 慢慢地 好 小孔的试验看看 我是吗 对 刚刚已经有两个人成功了 那你觉得我会失败还是成功 我不知道 你专心 你要想着刚刚的人给你的提示 她给我提示 好 提示 提示 好紧张 好紧张 怎么办 正好是刚刚别人的提醒 你看 超难的 没关系 那我先让雅涵再来挑战一次 雅涵 刚刚已经有了提醒了 他们已经提醒你了 雅涵 等一下 你刚怎么成功的 就放上去 然后 手要怎么样 手要轻轻地放 轻轻地放 小孔孔再加油两次了 轻轻地轻轻地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太棒了 给小孔孔鼓励一下 好 所以刚刚雅涵 你觉得别人告诉你成功的方法 对你有怎么样的帮助 这会比较知道要怎么做 那小孔孔虽然下头成了 两个回文针 我发现了一件事 对 虽然我第一次失败 我第二次也失败 但我多练几次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所以看起来 真的好像蛮可以 在家里做实验的 对 愿意回家再继续挑战的人 举手 好 好 祝大家都成功 好 我们请大家都 坐回原来的位置 谢谢 所以老师 谢谢 这个游戏是要玩什么 是测验大家手的稳定度吗 这个游戏就是让大家知道 也许一开始 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会有一点困难 对 可是我们经过了几次练习之后 原本不会的小朋友 像是小孔融还有雅涵 他们也就会了 对 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一开始 也许我们不知道方法 可是有了别人 告诉我们方法之后 我们掌握了 然后就学会了 之后我们就会有成就感 会觉得很开心 所以雅涵 如果刚刚 你第一次失败了 然后我们就说 你没有机会了 你不能再做实验了 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 我明明又不是故意了 为什么大家都要怪我 但是我们给你机会之后 就会再努力试试看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 再挑战 那个人就会受到鼓励 就更容易成功了 那老师 因为小朋友们 大部分都是很有爱心的 所以我们的包容 是一直一直 不断地包容吗 还是我们要注意什么 当然不是一直包容 首先我们要看看 这一位就是在尝试的 这个小朋友 他有没有很认真 想要把他做好 如果他本身就是 随随便便的态度的话 这时候我们未必需要包容他 对 只有在一个人 他很想要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包容 然后教他 然后帮助他 所以小恐龙 其实刚刚啊 大家在告诉你的 这些方法的时候 就是在给你提醒 真的 而且他们在给我机会 对 在这些包容跟提醒里面 大家应该就会 越来越进步 可是要这样 帮助我们的同学啊 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呢 我们现在 再来玩一个游戏吧 脑筋转一转 一起玩游戏 快问快答 以下五个状况 如果你觉得 应该要包容 给他机会 请打圈 如果觉得不应该包容 需要严厉地提醒 请打擦 第一题 大家约去小华家 讨论分组报告 小明平常就常常迟到 今天又迟到了20分钟 觉得应该要包容他的人打圈 觉得这种状况 不应该包容他的人打擦 我看看 六七八九 九个人打圈 其他人打擦 要包容他的人 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 如果不包容他的话 他会觉得很难过 你为他着想 但是打擦的人呢 告诉我为什么 好 玉婷 因为他已经每次都迟到 然后今天还迟到很久 所以我不想包容他 所以老师这一题 要不要包容他呢 不要包容他 为什么 因为小明她是已经一饭再饭 她平常就经常迟到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就不需要包容他 如果他是偶然的 因为临时有一点状况的话 那样才可以包容他 第二题 全班一起做必报 小美负责剪图案 可是她剪的圆形 都剪得很不圆 觉得要包容他的人 请打圈 觉得不要包容他的人 打擦 剪成三角形 大家都要包容他 只有一个人不要 好 玉峰为什么觉得不要包容他 不要这样 因为他每次剪的圆形都剪得很不圆 所以 所以我觉得 我就不想包容他 因为也是很不圆 他故意剪不圆的 你觉得是这样 那想包容他的人 为什么 因为大家各有长处 说不定他对于做公益方面不好 可是说不定他的功课很好 这样啊 所以老师这题答案应该是 要包容他 对啊 因为如果他是很认真在剪 却剪不好 这时候表示他可能是能力 做不到这件事情 所以就像刚刚小朋友说的 每个人擅长的事情不一样 也许剪圆圈这件事情 不是他擅长的 所以并不是他故意做不好 所以我们可以包容他 第三题 小华第一次当班长 他喊口号 都喊得很小声 觉得要包容他的人打圈 不要包容的打插 一 二 两个人打插 其他打圈 好 鼎耀为什么不包容他 因为他每次都没有 喊很大声 就应该会害我们被骂 好 那其他人呢 觉得要包容他的 好 伟山 因为有可能他比较害羞 所以 所以要包容他 中玉呢 因为他是第一次当班长 所以 就不一定 他可能还不习惯 或者是还不知道 应该要怎么当班长 要给他多几次机会 就像我第一次放回文针 我也不知道那个诀窍 所以老师这一题到底答案是 要包容他 对啊 就像小朋友说的 这是他第一次当班长 对 那也许也有小朋友 考虑到他的个性可能本来 就比较害羞 所以他不知道要怎么办 所以呢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一样 我们多给他几次练习的机会 还有要教他怎么做 那之后呢 他应该就会改进了 第四题 小君打扫时 自己的桌子都擦得很干净 别人的就随便擦一擦 大家觉得要不要包容他 请表示 现场打擦成一片 好 为什么你们都打擦 那我请真意说 因为他 他太自私了 他自己的 为什么他自己的 就擦得很干净 然后编的就很随便 我觉得他很自私 所以你不要包容 对 所以老师我们都不要包容他 这样可以吗 答案是不包容 对啊 因为他自己的桌子擦得很干净 表示他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 可以做好这件事情 所以是态度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包容他 第五题 大家专配要戴的科展才能 大家觉得要不要包容他 大家都想包容他 好 那红伯你先说 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对 好 秉承说 为什么要包容他 因为他是不小心的 所以要包容他 所以要包容他 因为已经说了他就不小心 是吗 对 所以老师 我们这样子会不会爱太多了 这题的答案是 真的要包容 对啊 因为就像大家考虑到了 他是不小心的 就像我们常常做事情 也会不小心有做错的时候 所以如果他只是偶然发生一次 那我们是可以包容他的 所以刚刚经过这些讨论啊 老师 这个要包容跟不包容中间 到底有没有一个界限 或是有一个原则 让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他有没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 如果他是有能力可以做得到 却没有做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就不会包容他了 对 但是如果他是没有能力做到的 那我们就要帮助他 然后包容他这一次的犯错 那大家想一下 那如果他没能力做到 然后这一次又包容他 然后他下一次又不好 又再不好 又一直再不好 大家觉得如果这样 还要继续包容下去吗 他就是没能力做到 还要继续包容下去的人打拳 我已经包容那么多次了 他就是没能力 那我就不要包容了的人打拳 我看看 这一题很难吧 六七八九 九个人打拳 其他人打拳 然后还有一个人犹豫了一下 好 终于为什么犹豫 他是真的没有能力 所以要包容他 可是他已经让我们等待很久了 所以又不能 所以又感觉又不能包容 所以老师 我们一直包容他 可是他真的就没有能力 那怎么办 这是很正常吗 有可能会学不会吗 对 是有这个可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事情 就是在一开始 发现他好像做不到的时候 我们先教他怎么做 对 然后给他几次练习的机会 那如果练习了好几次之后 还是有困难 那我们可能发现这个工作不适合他 这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交换别的工作 安排他擅长的工作给他 所以也许小恐龙 比较适合插窗户 我穿户倒是插得很不错 还有黑板 我常会用板插的 是喔 但是如果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同学当中 遇见有一种人 他就是很爱抱怨 然后特别爱骂我们这种做不好事情的人 然后就一直骂 面对这种人要怎么办 大家都已经能够包容别人了 可是有一个人他就一直对你抱怨 那大家赶快用行动轮盘来思考吧 说出来 说什么 跟他说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就算你那么厉害也不可能会做很多事 所以你直接不赞成你的朋友的话 你敢说出来喔 你很特别耶 好 谢谢你 请坐下 那再来我要请 好 我要请安琪 冷静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生气嘛 如果就这样不冷静骂出来 他可能会伤害掉他 所以你自己先冷静下来 然后再想一下怎么做或是怎么说 好 谢谢你 这方法蛮厉害的 那再来我要请玉婷 好 请玉婷选择 求助 说说看 就是可以叫他去找老师 帮忙 他既然这么爱抱怨的话 他就去跟老师说 也许老师也还可以帮到他 对不对 好 谢谢你 请坐下 所以老师 我们刚刚这几个决定如何 还是老师您有更好的意见 我觉得小朋友讲的都非常的好 像是如果我们遇到这么爱抱怨的同学 我们不喜欢他的这个行为 不太认同他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说出来 直接告诉他说 你这么爱抱怨 你喜欢讲别人的坏话 我不喜欢听 然后我听到你这样讲话 我不舒服 是 所以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他 另外像那个小朋友选择的 就是告诉他说 其实每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他虽然某件事情做不好 但是他有其他的地方 也许会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可以告诉他说 我们可以一起欣赏同学好的地方 这都是说出来的方法 对 那另外如果说 他一直抱怨一直抱怨 或是跑来找你说 你看是不是找你想要一起去骂那个同学的话 那我们也许可以选择离开 这些 老师你说这个离开 我们倒没想过 对 因为如果我们加入他一起抱怨的话 那也许被抱怨的那个同学 就会很伤心 或者是这个爱抱怨的同学 也不会学到好的方法去跟同学相处 对 但是我们又不希望可以 又不希望当下跟他吵架 或是把就是造成他 直接告诉他造成他不舒服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离开 对 不过经过今天的讨论 也许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 我们的能力就算很好 但是也许是因为别人都给了我们 很多的机会尝试 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方式鼓励 所以我们才能成为一个越来越好的人 如果我们可以同样的练习 用这样的爱和这样的心胸 去包容我们身边正在学习 正在进步的同学 我相信你不但人缘会很好 你自己也会变成一个更棒的人 大家一起加油吧 祝福大家 今天一开始在扫地的时候扫很慢 大家都一直骂我 我超难过的 不过啊 幸好大家都愿意包容我 再给我机会 然后让我多练习几次 我相信啊 再来我就会越做越好哦 好开心想大声分享 说出来我陪你好好笑 好难过想用力地哭 说出来我为你准备手帕 好多话想让你知道 说出来我听你慢慢讲 好记得好多话想让你知道